Hello大家好 我是Shake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华为Mate 60系列的旧事18天 那期视频里有说过 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用的主力机都是华为Mate 602S非凡大师 我们又总结了这段时间 网友们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些问题 所以本期视频这款产品聊多一点 首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款产品的整体体验如何 用起来到底什么感受 其实这款产品的整体体验和华为的Mate 60 Pro Plus几乎一致 无论是影像能力还是流畅性 而华为对于超大杯和非凡大师这种产品人群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 那体现的功能性的细节呢 就是这两款产品都有精密通话功能 倒不是说我在外面打个电话旁边的人有多爱听 而是我的通话内容 我希望的就是自己了解 既不要打扰到别人 也要保证自己的隐私 那这个对于非凡大师的受众人群来说 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 很多人会提到 RS它到底尊贵在哪里 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用一款比Pro Plus超大杯更厚一些的RS 其实尊贵是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的来源呢 很复杂 我们由外往内来说 外层呢 是设计 是用料 如果说超大杯给人的感觉呢 是优雅 那非凡大师给人的感觉 就是霸气 尤其是我手上这台红色 红色陶瓷配红色金属 再加上背部这个对称的龙角设计 它追求的不仅仅是储通手机那种有辨识度 那辨识度呢 是让你15米以外 能看出来 这个人用的是什么产品 而霸气 是让你在15米以外 看出这个人用的是什么产品 且 让你觉得 这个人不简单 外在是手机本身 而内在 华为的品牌包装 却是到位 非凡大师的发布会 我在现场 当时六多华 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因为太贴切了 品牌为什么要选择代言人 因为这个代言人 就是目标受众的巨像化体现 华为形容了一大堆 非凡大师的受众 但消息者其实也没有一个巨像化的感受 这个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我配吗 而刘德华一出来 说 你就是非凡大师 这个充气感就太强了 放眼整个中国的明星 我觉得没有人比刘德华 更适合成为这个巨像化的代表 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华为能做成这么高端的系列 其他国产品牌做不到吗 其实科技公司想做高端系列 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归根结底要看科技壁垒 这是我喜欢科技圈的根本原因 你像手表 首饰 背包 这些领域的设置品 可以完全的靠品牌故事 完全的靠品牌营销 就能成为设置品品牌 因为这些行业没有很高的壁垒 更多的就是情怀 但科技领域不一样 归根结底 华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壁垒和技术实力 它是可以买很贵的手机 但不会是一个科技领域的高端品牌 你改变不了大众认知 这个是做高端系列的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之外 肯定也和一个品牌的营销能力有关系 提到营销能力 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 正好是个负面词汇 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做好营销 就是做好产品 不会做营销的本质 就是不会做产品 如果品牌自己都没有办法清晰的描述出 自己的受众人群 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给谁做的 那你自然没有办法做好营销 那自然也没有办法做好产品 所以华为能做成高端系列 技术壁垒搭好了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营销能力也让这些大楼越见越高 其他品牌在这两方面都要学 尤其是技术壁垒这 感兴趣各位可以看看华为的研发投入 大部分品牌其实是很难学过来的 接下来再分享一下 我对于非凡大师这个品牌的期望是什么 我的期望很简单 更多品类 更广的辐射面积 更深刻的社会认知 说到底 我希望非凡大师能在现实生活中 降低一些沟通成本 这点我是做自媒体领域的 可能不太需要 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行业 是需要外在的产品来降低沟通成本的 甚至是增加信任的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 但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做的生意需要一定的资金能力 你对眼前这个人又不是太了解 这种时候沟通成本是很高的 这也是很多奢侈品的意义所在 在这种场合 奢侈品它就不是智常税 而是生产利工具 而在科技领域 其实我们很缺少这种品牌 其实很多年前 iPhone在国内就充当过类似的角色 一个有着很高技术壁垒 且有着高端属性的品牌 一定能够降低沟通成本 如果全民都能对非凡大师产生这种印象 那非凡大师绝对就是成了 我再举个例子 很多场合都要喝茅台 那真的是因为参与饭局的人都会品酒吗 显然不是 还是像我上面说的 这种场合 这些东西是生产利工具 华为Mate RS这款产品 与Pro和Pro Class有着本质的区别 很多产品我们会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体验方面 而对于非凡大师来说 做好功能性它只是基础 品牌调性 品牌定位 品牌预期 才是非凡大师最有意思 也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我在刚上手非凡大师的时候表示过 华为终于摆脱了其他品牌 自己组了一个高端局 接下来我就希望华为能在这个高端局上玩转 不仅仅是手机手表 像是汽车 智能家居 让这个品牌成为一个社会代名词 只要它出现 就够了 很可能以后过年过节真的需要送礼的时候 除了我们印象中的各种品牌 非凡大师也能成为其中的一个一般能量 OK 那本期视频的角量就是这么多了 我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各位有没有正在用这款产品的呢 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这款产品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 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听到简单评论投资论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国好运 拜拜